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乡偶书 何之章 少少离家老大回 香音无改 奔无吹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丛何处来 这首诗的作者是何之章 他是同代的诗人 他自贵真是越州永庆人 在武则天执政的年代 他考获了进士 之后他就做了国子监四门博士 由先太常博士 何之章除了是一位诗人之外 他还是一位书法家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回乡偶书 回乡的意思就是返回故乡 偶书就是何之章偶然之间 心中有所感 也是眼中有所见 他随心而写的一首诗 现在就等老师逐句为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句 少少离家老大回 离家即是离开家乡 老大即是年纪大了 何之章年轻的时候 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到其年纪大了 才再离开自己的故乡 大家试想一下 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他远离了自己的故乡之后 隔了很久很久才再回来 他年纪都已经大了 第二句 香音无改 笨无吹 香音的意思是家乡的口音 笨无 即是压割这些靠近耳朵的头发 吹即是表示疏落减少的意思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何之章回到自己的故乡 他自己的香音并没有改变 但是他的头发就已经变得白 以及疏落减少 即是显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了 第三句 儿童相见不相识 不相识即是不认识的意思 在这个时候 何之章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见到一些小朋友 大家是互不相识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我又不知道你是谁 大家都觉得很陌生 笑问客从何处来 不过在这个时候 小朋友是笑着这样询问 这位老人家 这位客人 到底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首诗歌就是这四句内容 现在就留老师再讲解一下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和作者的感受 之前提到何之章是考到进士 当年其实他是37岁 他后来考了进士之后 就成为了朝廷的官员 一直就是为朝廷而效力 到他年纪越来越大 对了 他辞去了朝廷的官职 当他告老返乡的时候 就已经86岁 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家了 我们数一数 他离开了家乡 已经五十几个年头 刚才老师都提到 以前的交通没有那么发达 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去了朝廷那里做官 他们是不能够很快地回到自己那里 不像现在交通方面 有飞机 有船 有高铁 所以当时他们离开了家乡 去朝廷做官 一去就去了五十几年 所以这首诗歌第一句 第二句就讲到自己的经历 和自己的改变 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 到现在年纪大了 终于回回来 虽然自己的乡音没有改变过 但是毛发已经比较减少 和脱落了 令到他感觉到人生二路的感规 去到第三句和第四句 何之章终于可以回回来到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时候反而有小朋友看到他 很好奇地问他 你是从哪里来的 让何之章感到自己这个熟悉的故乡 回来反而小朋友是不熟悉他 不认识他 所以也引发了诗人对人事变迁的无奈 所以他就在傲言之下有感而发 写了这首诗歌 《回乡偶书》是一首怀面故乡的感怀诗 因为他去朝廷做官 很久都回来 他身处异地 所以就抒发了他狗客卡香的伤感 去到他年纪大了 终于告老还乡 回来自己的乡下 所以也表达到他狗别回乡的亲切感 那接着来 就等老老师再读一次这首诗歌 同学也可以跟着我再朗读一次 回乡偶书 回乡偶书 何知证 少少离家老大回 香音无改奔无吹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丛何处来 好 律师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提一提大家 记得要背诵堂诗 亦都要填写分享记录表 好 拜拜